早上好 现在呢,我还在我的老家成都 我现在正在都江宴 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去熊猫谷 在成都呢,有好几个熊猫培育基地 都江宴的这个呢,是离市区最远的那一个 这里呢,熊猫比较少对比市中心来说 但是呢,它们是野生放养的 所以呢,环境会比较清幽 现在呢,已经七点半了 应该已经开圆了 我们现在赶紧准备出发吧 晚了的话,熊猫宝宝就要睡午觉了 我已经收拾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啦 我这个酒店呢,它是提供早餐的 所以呢,我们先去看一下早餐有什么 然后呢,车子马上应该就到了 出发 这个酒店呢,它提供两张早餐券 但是我只有一个人 我去看一下他们的早餐有什么吃的 进电梯了 出门左手边 那就是这边咯 哇,好多的人啊 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早餐有什么 鸡蛋,花菜 这边是炒饭 鸡蛋跟 好多的蔬菜啊 这个是南瓜吧 红薯,主食 这边是水果 小面包 粥 这边好多的小甜点啊 小凉菜,黄瓜 小凉菜,黄瓜 我还不饿 我就不吃了 三分钟上册 三分钟上册 来啦,来啦,来啦 是那一辆吗 是那一辆吗 你好 你好 9880 准备出发 全程4.6公里 大约12分钟 好了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都江燕也放繁育研究中心 好了,我们到啦 哇,已经有很多人了 好 好可爱的发枯 大家看一个 我看前一个 我看前一个吗 对,来看一下 我看看 再一个 好可爱 好的 那好吧 我要一个吧 好 粉色的好看 还是白色的好看 大人吗 就带白色 大人要带白色对不对 对 小朋友就带粉色的好看 小朋友带粉色好吧 那我是小朋友带粉色 可以 好了,我带白色就好 好了 好 好 好 谢谢 拜拜 戴上给大家看一下 合适吗 好 这样才有仪式感 表明我来过 哦 哦 不对不对 带反了 我带小猫反了 不对不对 反了反了 重来 这样 这样 这样是对的 好 现在没有反了 嗯 来 出发吧 真可爱 但是我昨天在网上买的票 他们是可以免费送我一个这个的 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领 一会儿看一看 好 我们现在准备进圆了 我已经准备好身份证了 好嘞 准备进场了 好多人在这里合影留念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石碑叫熊猫谷 给大家看一下 好 看一下 指示牌 参观大熊猫由此去 嗯 好 没有问题了 那就是这里了 昨天晚上刚下过雨 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清新 啊 这边又有一条小溪流 大家听到流水的声音了吗 嗯 好清新啊 我特别喜欢这种雅静的环境 有一种重回大自然怀抱的感觉 给大家看看这小溪流 溪水潺潺的声音 这里有一个大叔在给垃圾桶消毒 杀菌 嗯 这里一路都是小溪流 你可以听到流水的声音 衣衫傍水 因为熊猫喜欢饮水 如果我是大熊猫 我住在这里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吧 大家在这里看什么呢 啊 我们看到了第一只小熊猫 好可爱 它在喝水耶 哈喽 哇 好可爱 它好害羞 我们可能要去那边才能看到它 看它在那里喝水 啊 我过来它又过去了 好 好 我们接着往前走 这里有饮水的地方 一路上也设置有自动体外除颤器 其旧用的 我们继续往上走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只熊猫叫季孝 你们看它吃的津津有味的样子 好香呀 季孝有一个谐音梗叫季孝 但是它叫季季孝 但是它叫季孝 是因为你们注意看它的脸 是因为它有一张微笑脸 所以它叫季孝 好 接下来这只躺在木架上吃着竹子的熊猫 叫芝士 芝士 芝士 好可爱 好我们接着往前走吧 据说熊猫最开始的时候 是被叫做猫熊的 西方世界的人刚认识它的时候 把它称为猫熊 或者是大猫熊 因为它长相非常像猫 然后呢 体型非常像熊 但是当新闻发表的时候 突然间把它翻译成了熊猫 非常的巧合 你似乎熊猫熊猫 大家现在都流行叫它熊猫了 咦我们又看到了一只熊猫吗 这只熊猫叫德德 德德 品德德德 德 它坐在那里 撕着竹子 一副憨太可居的样子 憨太可居 就是指可爱的 憨憨的样子 咦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大石头下面 也躲着一只小熊猫 嗯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不过你们看 它也吃的津津有味 全神贯注 这里的环境真的非常的优美 很适合大熊猫生活 咦 这只熊猫 你们看 它疯狂的吃着竹叶耶 感觉它好像很喜欢吃竹叶 我们看看它是谁 哦 它叫珍珍 珍珍非常喜欢吃竹叶 它被网友们称为吃货 吃货 就是非常喜欢吃的意思 咦 你们看它的后背 憨憨的样子 好可爱呀 点 aí 它走啦 他走到那一只樹幹上去了 他是要爬樹嗎 他抱著樹 好可愛 我們剛剛走完了一號別墅和二號別墅 現在呢我們要去三號別墅了 看一下 指示牌 剛剛那只真真好可愛 典型的吃貨 他們住的地方叫別墅 展示他們珍貴的國寶身份 這邊是一個大熊貓教育中心 我很好奇它的裡面是什麼 我們去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裡面成立了他們的一些簡介 原來並不是所有的熊貓都可以野放的 你要選擇哪一些熊貓能夠進行個體野放 他需要從遺傳價值 健康狀況 疾病免疫 還有野外生存能力 幾個方面進行評估 他們洗冷怕熱 對所以只有在早上的時候才能看到很多的大熊貓 剛剛學到了很多的知識 接下來我們去三號別墅吧 咦 它在腦癢癢 你們看見了嗎 它在地上找竹子 它在四處找竹子 它是在篩選 看哪一根最香 它靠著石頭坐下來了 好悠閒的樣子呀 好啦 拜拜 好啦 我們去那邊的小熊貓吧 這裡有一個木製的樓梯 我們從這邊的木棧道上去 給大家看一下頭頂 有沒有人和我一樣非常喜歡這種大自然的感覺 有一種三路十八彎的感覺 有一種三路十八彎的感覺 上面還有一圈又一圈的木製戰道 天氣突然開始變得很熱了 後面還有一群的人跟著我們 推開它 然後我們就要往前面走 看 看 哇 沒有放棄你 終於 終於看到你了 我看到它的頭了 嘻嘻 現在我們開始下山了 有一點點小遺憾 沒有看到小熊貓的臉 我剛剛走上去的時候 它就剛剛往下走了 人生不就這樣嗎 充滿了不完美 遺憾 有遺憾才會有期待 有期待的話就會有下次的相遇了 你要入鏡嗎 小朋友 你不要 我發現了這裏上面有一所寺廟 叫三聖寺 我很喜歡逛寺寺寺 我們去看一下吧 不知道遠不遠 好像沒有人去寺寺耶 好的 室在裏面 我們沿著這個石界上去 這是一所寺廟 有很多人在這裏休息 嗯 這裡是上香的地方 上香祈福的地方 嗯 這是一個頂 然後頂的裏面是一些錢幣 在中國的話 如果你去逛寺廟 你可以準備一些零錢 然後用餘布施 然後呢 他們會拿這些錢去重塑佛像 或者是給佛像度金身 我們中文裡面 把這種給寺廟捐贈錢幣的行為 叫積功德 你看這裡有一個功德碑 你捐了多少錢 他們會給你記錄在這裡面 積功德就是積累福報 環境真的好輕優 啊 太舒服了 好啦 我現在已經出來了 我們要準備下山了 給大家看看這條竹林小道 給大家看看這條竹林小道 有沒有一種世外桃源的感覺 蟲林演繹林小橋流水 如果我是大熊貓的話 我住在這裡 應該也會非常的開心的 親優靜謹 你可以用親優靜謹來形容安靜的環境 就像這種安靜的環境 有山有水 這裡有一個咖啡屋 我要一個美式的黑冰 好 來這裡 好 nice 你 好 好